今次來到元朗 你們又猜我來到這邊做什麼 沒錯 臨近中秋節 我就專程去到元朗大橋街市 這一條燈籠街 來觀賞各式各樣不同種類的燈籠 而這條燈籠街已經掛上了不同的燈籠 被顧客購買 所謂的燈籠街 其實就是1984年 開設的一間香竹店 即是現在的灌香行 幾十年前 他們就有一間小店 擴展到對面的檔口 每逢中秋節前後 會在檔口掛起燈籠售賣 營造出今時今日的五彩紛紛的燈籠街 當地人喜歡在這個社交平台 稱之為這條街叫燈籠隧道 就是一條四十米長的街市小行 已經掛滿一個個款式別置的手紮燈籠 裡面的燈籠款式也有很多 有動物 水果造型 卡通燈籠 還有桃仔 還有金魚 今年還有這個V星日燈籠 還有南瓜車燈籠 隻隻款式也很受消費者歡迎 如果途經的顧客 看中了 都可以預訂一個燈籠 走完街回來就可以拿得了 這條燈籠街 不單止只是本地的居民 也都吸引了 不少前往來旅遊的旅客來買燈籠 除了來這裡觀賞 和買一個燈籠 也可以感受一下這個節日氛圍 真是非常之濃厚的 燈籠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就象徵著幸福團圓 在這條燈籠街上面 可以帶著父母 小孩挑選一個燈籠 不僅展示傳統的燈籠的魅力 還有傳承著我們幸福團圓 美好的旅圓 就到中秋了 我都見到不少的家庭 在這條燈籠街上購買不同種類的燈籠 作為中秋夜想燈的一部分 共同度過一個溫馨又意義的一個節日 總之元朗大橋街市的燈籠 就是香港中秋節不可或缺少的一部分 它們不單止可以美化城市 更傳承了澎陽中華傳統的文化 說了這麼久 大家都當然想知道如何前往大橋街市 這條燈籠街 你們可以選擇公共交通工具 乘坐屯馬線到朗平站 在這個衣出口站步行五分鐘 就可以到達大橋街市 如果乘坐九巴 它們也有多條路線可以前往大橋街市 在附近的 例如263M 如果你是自己開車或者乘坐的士 你都可以用回導航元件 輸入回元朗大橋街市作為目的地